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杉杉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呀 好呀 大家好 我是Alex 你们知道我在这个自媒体平台叫AlexVay 然后我的名字叫AlexSango 我来自这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意大利的南方 然后我在中国已经待了11年了 我上了第一年的大学 申请到这个重庆的四川外国语言大学 我还记得当地的这个方言 我死了一个意大利人 我是撒笔巴的 撒笔巴 很正常 我觉得上海确实去了一个 意大利南方的一个卷宗的一个 冰激凌的一个店 所以我就想到了 在上海开一家捷拉多店 这么的一个故事是 还是因为觉得中国给到我很多机会 然后我要回报一下中国给我的东西 以这个价值的一种方式 去给到我的消费者和我的客人 和我喜欢我的人 在这个开公司的过程 就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是从注册公司到 拿到了银行执照 大概也过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非常的快 在意大利要开公司的话 一定好像还要六个月的时间 那Alex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觉得在中国开店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中国是我的家 我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梦想 就是开店 现在已经实现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外国人 实现了一个中国梦的一个状态 希望大家更多的人在国外 也是用我的看法 一个又是公平又是正实的看法 对这个国家 然后你来过了之后呢 你可能才会有正实的一个看法和想法 但是你通过电视 或你通过一些消息 知道这个地方 实现是模糊的一个想法 很多的身边的人都不了解中国 很多人都会问 你在中国 你们会有地铁吗 你们是是发达地方还是怎么样 就是很多人确实不知道 我代表自己说这个地方 给我很多的机会 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只能是说 这是我的一个成功故事